明天10月6日晚上,广州恒达将在客场迎战河北华夏幸福队,对于恒达来说,随着赛季越来越接近尾声,心情是越来越沉重,因为和帮手始终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,阿联冠的希望越来越小,令人十分无奈。 不过,今天恒达却迎来了一个好消息,那是来自恒达清训的,在2018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U13总决赛中,恒达足球学校A队通过点球大战以无比次战胜大连一方,夺得了冠军,而这也意味着恒达即使今年夺不了八连冠,却拥有了未来。 谁说恒达没有底蕴,谁说恒达没有清训,一个个冠军可以直接打脸喷子。 虽然当下的恒达一线队,依然是几年前一直用下来的阵容,没有恒达清训的球员,但是并不意味未来也是如此。 等到恒达清训的U13、U15成长起来,他们将为一线队输送人才,即使恒达八连冠军年无法实现,但是一个王朝的诞生和维系,绝不会因为一时的低骨头而丧失,而是要看一整个周期内,比如十年,十五年的表现。 所以只要恒达明后年重拾辉煌,我们可以说,恒大的王朝仍在,而底气,就是恒大自己的清训,他们给予了一线队信心和希望。 。 。